新北市副市長謝正達18號出席新北小衛星成果發表會 感謝熱心的民間團體投入孩童課後照護服務 並且頒發獎項給予肯定 謝正達提到此舉將協助急需照護需求的孩童 獲得身心上的照顧 家人有效預防兒童和家庭落入風險中 希望能夠透過活動舉辦、分享經驗 並且持續推廣擴大服務範圍 透過這樣的經驗教育 能夠回到自己的社區做好更多的工作 再次代表新北市政府 謝謝所有在場的各位老朋友 這麼多年給我們的協力 從88單位直到155個單位 我想經過這14年的一個努力成長 我們的服務時速 我們的服務人士也從48萬一直成長 然後我們的服務時速也到了300多萬個時速 舉將幫忙經歷舉將獎勵 這個換算經驗已經達到5億元 對我們公務部門來講 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獲獎的中和庇護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邱維文表示 有許多家長忙於工作 陪伴小孩的時間很少 有協會提供科業輔導及身心照護 在過程中安排孩子們參與營隊 以及學習才藝獲得健全的身心發展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讓這些小朋友在就是父母在無法就是上班之餘 無法照顧他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那樣的功能去為他們做科業的輔導 讓他可以得到一個寫功課也好 心理方面都有幫助給幫助他們 那現在大概有七八位小朋友 對對對 那我們覺得沒關係我們優質的服務 服務的人數少 就是我們一對一這樣子 然後圍期四天的那個動力營啊 就是讓大學生一對一的輔導 那小朋友就覺得很開心 對可以安心的受到照顧 然後學習也有畫畫 安排都可以畫畫 然後讓他們怎麼去學習說照顧自己 對那家長就是很放心 讓他們來圍期四天的課程這樣子 他們很高興 更新年院教育基金會執行長余肅華 則分享平時的招呼心得 表示注重孩子們的品格養成 透過身教的方式來影響孩子們的舉止 並且建立信任及緊密的情感 也藉由傳統經典來教育孩子懂得感恩祈福 從老師的身教當中去影響孩子 每天每天的教每天每天的訊息 我們老師以身作則 從言教當中 從諸佛菩薩的經典教育 弟子歸入手 這是我們每天每天的生化的教育 為了要這樣子一個培養 我們必須要跟孩子建立感情 讓孩子信任我們 讓我孩子有一個家 所以我們每天帶著孩子 從午餐 然後到每個 至少有三四個小時的相處到晚餐 等待孩子來接 等待他的家長來帶孩子回家 等於說就是一個愛的支持 情感的一個交流 讓孩子提供一個多一個家的一個感覺 社會局長張錦麗表示 在市府通盤規劃下 建構資源網路平台 凝聚各單位的相信力 促使計劃在執行上 能夠發揮更好的效益 目前小衛星團體 已經來到155個 編級29行政區 服務更超過48萬位孩童 低落勢家庭節省超過5億元的 課後輔導費用 記者趙世淵新北採訪報導